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好不好 该不该买房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组交易数据 2024年9月份 我们King County的市场销售的房源 一共有4953个 与2023年9月份的3602个相比 是增加了37.51% 那么2024年9月份成交量是2449个 与2023年9月份的2087个相比 增加了17.35% 2024年我们9月份完成购户的房源 一共有1833个 与2023年9月份的1823个相比 增加了0.55% 那2023年9月份 我们King County房屋销售的中间价 是79万7千美金 2024年9月份 King County房屋销售的中间价 是85万9995美金 那与去年同期相比 上涨了7.9% 也就是说 如果你去年9月份买了房子 即使利率是8% 也要比今年9月份贷款利率5% 买的房子要划算 那么现在要不要买房子呢 除非你担心房地产市场 会像2028年那样 轰烟崩塌 否则该买就买了 XXX什么样 FLів 器